人生运势可改,但是命数天定,人这辈子能创造多少财富,也许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事情。 命里带财的人,赚起钱来自然是快人一步,那么在一二生肖中,谁就是天生的土豪呢? 某七鼠鼠子鼠是天生的富贵鼠像之一,他们在命理学中堪称为天贵星,是最能聚财带贵的人,天生擅长储蓄,拥有智慧和手腕,赚大钱这样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亦如反掌。 而其中有以十九六十年出生的毕上鼠,为财运最佳,一生不愁吃穿,能拥有数套房产和大额存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6属蛇生象为蛇的朋友很受贵人的青睐 因为他们性格虽然冷 但是从诺守信 他们做事情只要是自己能够完成的 那么生象为蛇的朋友在接任务方面从来不会推脱 他们在做事情上面也是尽职尽责 并且生象为蛇的朋友做事情十分的细心 他们总是能够怎么观察到别人看不到的细节 因此生象为蛇的朋友也总是能够把握到别人把握不住的赚钱机会 所以当老板把事情交给生象为蛇的朋友处理的时候 那么生象为蛇的朋友总会给他们带来惊喜 自然一来二去老板愿意去提携生象为蛇的朋友 所以我要由蛇的朋友总会带来愁 生下为蛇的朋友 自己也是很有能力 很争气的人 他们能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再加上贵人的不分说明 闯下了一片天地 并且从而去过上土豪的生活 闹五鼠鸡有鸡是命中 金属性最旺盛的生肖属相 他们天生和金钱 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 所以命里从不缺钱 更不缺获得金钱的机会 他们口才好 财运佳 同做一件事情 就是更容易赚到钱 而出生在1981年的金柱鸡围 财运最佳 天生就是能够日尽抖金的土豪命之人 弄四鼠龙 骁龙的朋友 从小幸运值就是满格 他们的家庭环境往往也十分的好 再加上骁龙的朋友 他们的脑子也十分的聪明 因为他们卓越的家庭条件 所以当骁龙的朋友的眼界 要比平常人要更加广一些 他们也能够在同样的一件事情中 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商机 自然骁龙的朋友可以在最后比别人更加成功 更加富裕 所以说骁龙的朋友是命定的土豪 生肖一点也不佳 骁龙的朋友里面十有八九都是财富值很不错的生肖 并且骁龙的朋友还很乐意帮助他人 并且骁龙的朋友的财运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会留给子女 感谢观看 罗三属虎银虎是天生拥有贵气,拥有霸气的一类人。 在他们之忠诚大事者辈出,人生辉煌豪漫,成为达官显贵之人数不胜数,而作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就是出生于1974年的建物虎,头脑聪明,理智冷静,擅长赚钱,更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不出40岁就家财万贯,财大气粗。 罗二属牛生相为牛的朋友也是天生的土豪生相,因为生相为牛的朋友在一开始就拥有了土豪一定会拥有的性格品质,那就是勤奋。 如今时代的契机转瞬即逝,虽然这就要求赚钱的人需要足够的敏锐性和聪明度,但是这些都只是片面的,不管你再怎么聪明,不努力下去是一点用都没有。 生相为牛的朋友,就会一直坚持下去,所以他们也是最容易收获到成功的生相。 三个月 只不过他们花费的时间可能长一点,但是这不影响着他们能够成为土豪。 能够属马无马是最有活力,象征着生机的属相。 他们的财运如同一团火,不断地燃烧,不断地加强,一生中奋斗不止,财源广进,想不成为土豪都难。 而在他们之中,1978年生的属马人,命为天上之火,一生财运如日中天,不成达官则成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